选战的焦点我们来看到 因为现在有候选人被质疑 疑似有会选这样的嫌疑 今天张善政是站出来严正的澄清 他认为这就是所谓的选举抹黑 那么另外一方 民进党的候选人郑运鹏 他怎么看待这样的事 他说我们要尽量干净正直的选举 那他也希望说这种选举送礼的文化 不应该发生 选举送礼这个嘉宾委员怎么看 因为现在人家国民党的阵营也说 你们这边也有在送来怎么看呢 你们这边有在送来拿出贱骨来 不过还是先从玉慧刚讲到的 宜兰的很聪明贼聪明的承办人 防疫包送个两百块钱的那个卡 可以到超商买东西就不能出去 他想说既然你用不到 我帮你拿来用 就拿去转售 听起来有些贼聪明 不过这个不晓得有人 难怪有人说宜兰县政务 不是集体犯罪就是集体在打瞌睡 连这种事情查到现在 居然还说是宣称说是自己去查的 被人家爆料了还说自己去查 不是他们当时新闻公布的时候 我看到新闻是他新闻里面 就说有那张卡 然后收到的人就没有拿到 所以还可以纵容那么久 好 我们想这个选举绝对不是送礼 我想我们作为候选人 那我也同意刚刚预会说的 这个不是张三正的候选人 不只是佛系 真的是佛心 而且他几乎 应该是完全没有选举的经验 其实呢身为候选人 我们都很知道 瓜田里下这四个字怎么解 瓜农业社会 人家瓜田在成熟的时候 你不要经过 不然人家说你偷他的瓜 人家里子成熟的时候 你也不要从礼书下走 免得人家说你拿他的礼子锅 所以呢瓜田里下 是我们每个候选人当过后 都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选举的文宣 为什么后来说是30元 这个要从陈定然那时候来说 因为呢 最早最早台湾的选举 除了再早期不是用金钱买票 是用卫金啊 送彩色锅啊 因为到你家里去拜托你选票 他带个礼税 最后来说是送礼文化 后来呢现金最好用就送现金 但送现金的容易被抓到 好 后来呢我们候选人 后来是送文宣 不是送文宣 我们要推文宣 要拿你我的DM 一张卡片给你 你可能看完就丢掉啦 制造垃圾啊 放在面纸包 好那你放在口袋里会拿来用 所以后来候选人 我们在思考竞选的时候 我们叫做文宣 不叫送礼 所以呢 你既然希望把文宣附责在上面 你会想到啊 打火机啦 牙线棒啦 想了各种各样东西 抹布啦 菜瓜布啦 你只要可以想象得到的是 人家觉得有点实用性 但是又不会很贵 为什么不能很贵 不是担心他三十块啊 我是担心我的口袋啊 我们竞选经费啊 我们就那募款啊 所以我们就选那种 最便宜 面积最大 大家又会觉得 不会把它丢掉 那我们把我们的宣传品呢 放在上面 比如说我的名字呢 中嘉宾 是因为穿家宾 所以找那个 大量买很便宜 那个咖啡包 然后呢 就把我的文宣贴上去 那送人家 我是中嘉宾 穿家宾 拜套机器 大家看的时候 有谐音 那我是不晓得说 送这个面是什么意思 但我知道 南投曾经送了泡面碗 那个一整个哦 就是找人家来 开一个座谈会 走之前呢 一个一个送碗 那个就很明显 为什么 你送文宣 是要让人家记得说 你的资料 他不要把你丢掉 希望你有印象 扇子也是一样 那东西呢 我们都希望呢 尽量的成本要压低 那大量采购比较便宜 我们都会注意到 但是送这种碗的东西呢 就不一样了 检察办案的时候 过去有经验 他会说 有没有对价啦 当然呢 候选人送一定是对价嘛 希望你投我一票嘛 那没有影响到他的 投票的形象 我不可能拿一包面子 就这个与会 我就投你吧 不至于 但是你送一个 比较价值不菲的东西 或者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恐怕人家说 这个这个不错啦 这个送我们一个泡面碗 所以呢 那个事情就会出事 那现在连这个拉面 或者筷子面呢 我就也很不明白了 如果只是说为了附着文宣 你一小包一小包 贴上去送也可以啊 你要这么豪迈的 一袋一袋的送吗 那一袋一袋的送 你还说 去特别找了一个发票 刚好没有到达三十块钱 其实我是觉得 这个腐着 痕迹太明显 其实呢 有些候选人他在送 那个 我们称之为 那不叫做文宣 那几乎就是正品了 那种正品呢 可能有背后呢 有他的支持者 赞助者啊 开工厂的啊 我就呢 全部都给你 甚至呢 甚至这个里面 如果我们整确查 这个发票的价格 这个公司认不认啊 如果说市面上 卖的那么相当高 你可以这么低的 低于成本价格 再卖出去 那恐怕呢 卖你的人 以后也会吃不完豆子走 所以我觉得问题 不是在那个三十元 而是在你的意图是什么 如果你只是说 要附着文宣 给他一个面子包 我想呢 这个没有人会去讲话 你好时不时 你搞了一大袋 很有分量 而且呢 我们发文宣 不喜欢体积太大的 体积太大 我很难携带啊 所以呢 我们最喜欢的 以前有什么 人家贴布啊 长辈们喜欢那种贴布 生肚油 不能讲 那个不能叫药 因为也不能送成药 药品那个不能送 我们能说 这个叫做精油香贴布 不能说是生肚油 不能选择条件 你还会出发到什么 这个药评法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今天呢 这个张三正真的是一个 好命到从来没有参选经验的参选人 所以呢 他会在 人家把他办的场 他还大大的说 选举都已经公布 你是候选人 你还去庙里面 也不能天香油钱啊 也不能送红包啊 也不能计赠莫财品啊 什么都不能做 连颁奖呢 人家都说 我是代为颁奖 所以郑云棚是代为颁奖 那他自己呢 大大的说 我是张三正自政的 因为上面就写张三正自政啊 那这个怎么跑都跑不掉 我是觉得呢 候选人没经验就算了 怎么没有人提醒他 在选举期间 这个都很容易让人家 引为非裔 或者让人家有一些狭想 所以呢 瓜田里下 这四个字 如果说真的说 这个检举呢 提高一个能够 除了参选人 他本身当然有些声量啦 但是我们要提醒这件事情 今天呢 我们大家防的是什么 会选 所以过去啊 我们开玩笑 以前我在地方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在县政府啊 有一天呢 几个议员来说 我们几个国民党议员呢 那时候中央党部要拍一个 那个反汇选的广告 我说哦 你们国民党要拍反汇选的广告 他说是啊 我们就拿一个啊 也不买票啊 不汇选啊 不买票 不会选 我说你代一年看看 没买票没要算 所以我就说 其实任何事情呢 千万在最后千万要严格杜绝会选 让这个选举在公平干净的选方去进行 我想呢 选出来才是真正我们可以托付重任的公谱 欧杰尖端补充一下 我是觉得张善政不要人家一质疑他什么 他就生气气 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情绪管理 真的是好容易生气 因为今天呢 其实对于桃园 我相信桃园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城市 桃园现在新增人口 我们台北少了二十八万人 可是桃园新增了二十一万人口 很多都是从我们台北移过去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对桃园的未来 你有希望的话 你希望能够把桃园怎么建设 你应该去讲政策嘛 你送一袋的这个拉面 要去跟人家扯那个拉面 到底多少钱多少钱 就如同刚才嘉宾委员所讲 今年我看很多很多的竞选场 送什么最多 送口罩最多 因为口罩的面积够大 里面又可以夹一张的这个文宣 所以你送一大袋 那那个真的是搬运起来 不是很方便 所以真的是还是应该回归到 因为桃园到底 在过去郑文才做了八年 他有很多很多的建设 那你在当行政院的这个副院长 院长的时候 你曾经也不给这个桃园一些的建设 为什么当时你不给 那现在如果未来 你是桃园市长的时候 你要如何改变桃园 你要如何怎么去做嘛 这个才是 你不要人家一讲你什么事情 他就像个暴怒的这个攻击一样 我觉得张善政的情绪管理 真的是应该要注意一下 一包这个拉面包 就引发了蓝绿论战 这也可以显示 桃园这场选战 现在打得有多激烈了 我请教一下明玉姐 因为其实今天看到双方面的行程 张善政早上是找朱立伦 朱主席来帮他站台 民进党的郑文棚这边 也是出动大咖 等一下这个ABO 其实赖清德副总统 晚上还有蔡英文总统都要到场 好帮郑运鹏来站台来催票 所以这可以显示 蓝绿都是天王级的下去驻镇 所以桃园这一块 蓝绿都不能输的压力 确实啦 这个也回归蓝绿基本盘 那这个不但是挑战双方的候选人 就是说这也是对郑文燦 还有对朱立伦 他们这个也是家乡的输死战 所以为什么说这一次 这个桃园真的是激战区 尤其说这一次张善政的部分 大家会觉得以前 他是一直佛系佛到尾嘛 可是因为这次邱立圣 有回来帮他这个助攻了 他在地的基本盘 我认为说还是有 北桃跟南桃的分别 郑运鹏他是北桃这边啦 就是看起来是比较强 但南桃这边的话 还是属于就是说 国民党的一个传统的地方 帮他 他这个是比较强的地方